好,來,我們看第二個例題,也是二元一次次的畫減 但是呢,因為它前面呢,括號前面有一個倍數 那這個要怎麼處理呢?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先看右邊 這個呢,其實是從分配率來的 那前面有一個倍數的話,你就把它乘進去就對了 A乘B,AB 加上A乘C,AC,AB,加AC 這邊加,後面就寫加 那這個呢,A乘B,AB 中間減,你這邊就寫減 A乘C,AC 所以你看,如果前面是4的話,怎麼辦? 你就把4當成一個數字,乘進去 4288X,加43,12 那第二個呢,叫做4288X,減掉12 第三個,我要注意一下 4乘以負2,負8X 好,再來 加上4312 第四個是這樣 4乘以負2,負8X 減掉 4312 好,那第三個就比較特別一點 外面是負4 你就把負4呢,當成一個數字 負4一起乘 負4乘以2,負正得負 428 好,再來 注意,後面的呢,要連符號一起考慮 負正得負 432 是這樣算 第二個 負4乘以2 負正得負 428 好,再來 來,乘第二個 好,來,第三題 負負得正 正8X 好,再乘第二個 負正得負 432 8X-12 最後一個 負負得正 428 8X-12 乘第二個 注意哦,要連符號一起考慮 負負得正 432 這樣子來做 那這時候呢,我們來看一下左邊的題目囉 首先把4先乘進去 這個4前面沒有寫是正的 正負得負 428-8X 好,再來 來,減掉432 12Y 再加4 這第一小題 第二小題呢,把負4當成一個數字 乘進來 好 負負得正 428 8X 再乘第二個 負負得正 432 12Y 再乘第三個 負正得負 414 所以是8X加12Y-4 是這樣算 第三小題呢 就是有兩個括號比較複雜一點 我們就等於是呢 先把括號去掉 然後呢 再把它合併 首先呢 這個括號前面是正的 去掉括號 直接照抄 第二個呢 這個正式呢 乘進來 正負得負 428 正負得負 432 正正得 414 414 好 這時候不要忘記 還要合併 一個X 1-8 1-8 負7X 好 再來這邊 -Y 叫做負1Y 負1 -12 負13Y 最後再把 常數項的數字 把它拿過來 所以叫負7X 負7X-13Y 加4 這個不能再加 因為它不是同類項 第四個 先把括號去掉 括號前面是正 照抄 好 再來第二個要特別注意一下 把負4當成一個數字 乘進來 負負得正 428 再來 乘第二個 負負得正 432 再乘第三個 負正得負 414 好 這時候呢 你這個X-Y 叫 1X-EY 好 這時候呢 你再把它合併 一個X 加8個 1加8 9X 好 再來 -1Y -1加12 欠1塊 但是你賺了12塊 還掉之後 還剩下11 最後再把這個 常數項 拿過來 9X-11Y 解4 這個 沒有 沒有同類項 不能再合併了 這就是最後的答案 對 加8 8 9 10 11